十一夜十一番 欢回到新闻的现场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孤岭街在刚刚发生了一起公安意外 有两名维修机械式停车场的工人 疑似在施工时不小心被机器压伤 目前是动弹不得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徐华川来告诉我们 华川 好 自己外发生上午十点多左右呢 在孤岭街的一处机械式停车场 两名工人在例行这个做这个维修工作的时候 一次机械故障突然发生了意外 一名工人是卡在十二楼 另外一名工人是在一楼手被压伤 伤势比较轻微 警校经过将近四十分钟抢救 才把两人给救了出来 目前的伤势虽然蛮严重的 但生命状况还算是稳定 但这个示范原因还得经过调查 而目前的整个停车塔是呈现整个封锁的状态 有车主想要领车 可能必须要等到这个示范原因调查过之后 才有办法把车给取出来 主播 好 这次呢 发现的是机械的停车塔呢 突然故障了 两名工人因此呢被压伤 不过呢车主如果想要把车领出来的话 恐怕还要点到这个停车塔呢 能够维修好之后再说 不过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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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